鸟类众生好像没有信愿念佛,为何也能往生?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问,得生与否,全在信愿有无? 弟子在念佛感应录里面看过有好多鸟类,特别是八个,鹦鹉这些众生,他们为了获取更多的食物,学别人念佛。 请问,这鸟类众生连人类的语言都听不明白,甚至连纳伯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,只是单纯的为了食物念佛,没有信愿念佛,最后也往生西方极恶世界。 这是什么缘故? 大安法师答,你提的这个问题涉及到大乘佛法的一个根本理念,一切众生皆有佛性。 这一切众生包括这些冤飞软动的众生,就是你说的八个,鹦鹉,老鼠这些。 当鹦鹉在跟着学人的语言念阿弥陀佛的时候,这里会出现一种奇异的转化。 就是阿弥陀佛的万德鸿鸣,般若智慧的力量会在这个鹦鹉的内心产生作用,唤起她的上根,激发她的信愿。 所以不要以为,她念佛只是为了食物念佛,没有信愿念佛。 你怎么知道她没有信愿呢? 你问过她吗? 你做过调研吗? 众生的上根是不可思议的,也许这个鹦鹉上辈子就是一个念佛行人。 由于持戒不经言,变成了鹦鹉了,所以一有名号的这种光明的声波过来,马上会唤醒她,她就具足了信愿。 她马上透过这个名号光明,知道自己堕在畜生道里面的原因,所以她这时候制成求往生的心是万牛莫晚。 我们大佛就在极乐殿旁宿了两个铜雕,一个是黄打铁念佛往生的公案。 黄打铁,苦恼人,一天不打铁就一天没有生计,听到念佛法门不妨碍她的生计,她就一边打铁一边念佛。 就是念了三年,欲知识至,打完最后一块铁,把锤子移放。 说了一个祭子,叮叮当当,酒炼成钢,太平将至,我往西方,多么潇洒。 西边那个就是反映鹦鹉临终时候,一个比丘给她助念,十生阿弥陀佛,站在那里,看着东林大佛的样子走的。 为什么说明她往生了呢?就是涂皮之后烧出舍利子。 这个公案是当时唐代的四川节度使维高写的。 维高是朝廷大官,以后封她为太尉的。 她在四川,就是属地,在那里节度使是军政大权在一人身上的,等于是一方诸侯,是她写的文稿。 维高对于四川的弥勒大佛的那个造像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。 那句有关宿命的老和尚说,维高他的前生就是诸葛亮,这个都很神奇的。 你看,苦恼的黄打铁也能往生,我为什么不能往生? 再一看鹦鹉,虽然我很愚痴,总比鹦鹉要好一点吧。 鹦鹉都能往生,为什么我不能往生? 提高大家往生的信心。 以后你们去东林大佛,这两个铜雕可以慢慢欣赏一下。